第111章,富贵冰人。是回光返照,你绝对活不过72岁,而且,我还可以告诉你,你家祖上,就没人活过72岁,如果不是提前早亡,那就是72岁死,且不是死于冬至,就是死于春分,最多冬至后三日,却绝对是春分前三日,是也不是。 他这话,说得太玄了,若大一座宅子,差时间鸦雀无声,边上那四条黑衣汉子,都一脸古怪地盯着他,如看死人。 唐庄老者也死死地看着他,脸泛潮红,呼吸越来越急促,到后来,甚至张开嘴,仿佛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 为什么?他如一头负重的老牛,又如一只受伤的残狼,发出绝望的嘶叫。 这是病?还是邪?怎么治?这不是病,也不是邪。张武金微微摇头,他知道唐庄老者已经被击垮了,或者说,唐庄老者早已经垮了,只是在强撑而已,而他,只是夹在骆驼身上的那最后一根稻草。 如果他是唐庄老者的仇人,这时只需轻轻地两个字,无解。唐庄老者必会血腻而亡,他体内的气血已完全给引发,张武金似乎已经看到。 一股冰寒的黑气,如染在清水里的墨汁一般,从唐庄老者的后腰小腹,散发开来,滚滚黑潮,即将淹没唐庄老者的五脏六腑,最终让他涌现黑暗。 不过张武金不是他的仇人,虽然他的牛逼轰轰让张武金有些反感,但是,张武金最好奇的还是那张床,床谱里说过的,也不知哪一位传承了床谱的前辈,坐的那张床,他太想看一看了。 闲人物,这样的人家,杀个把木匠,根本不会放在心上。坐床的师傅,知道逃不了,就在床上失了点法。 张武金本来想说弄了点手脚,话到嘴边却改了口,唐庄老者明显跟他的老祖先一样,大富大贵且肆无忌惮,真说清楚,唐庄老者未必感激他,说不定还打什么主意, 但说到法字,唐庄老者历代遭遇在前,必然心生忌惮。果然,这话一出,唐庄老者眼光就有些变了,极有些恍然,又有些恐惧。 聚宝盆,本是聚才的。张武金知道差不多了,直接说下去。 床的四只脚,形如圆族,也就是那种驼宝的龟的族,每只脚上,会有古捉的花纹。 其实那不是花纹,而是四个字,如果是正宗的聚宝盆,那四个字,应该是,富贵逼人。 说到这里,他冷笑了一下。老先生,你们家,至少应该传了四五代了,每一代应该都是豪富,我没说错吧? 是。唐庄老者心神已经完全被他吸引住了,不由自主地点头,也隐约有点自傲。 我唐家不说富贾天下,但华人中,至少能积身前三。 姓唐? 只听说南洋华人富翁中,李家破里姓最富,然后陈祸什么的,唐姓却从来没听说过。 但唐庄老者既然这么说,肯定不会错,身藏若捉,大智若鱼,大富若贫,这才是华人文化的和。 但说到这里,唐庄老者陡然一惊,我家大富,难道是因为那张床? 他是聚宝盆。 张武金几乎有些生冷地纠正他。 人生天地,阴阳二气,生而在床,死而在关。 风水!唐庄老者低窖,眼中又显出京剧之色,在富贾天下,在适可敌国,对神秘不可知的天道。 谁都会心存俱意,不过普通人不知道天道是什么。 一般只往风水上理解。 张武金不解释,保持神秘是最大的威慑,道。 本应是富贵逼人,但如果认得那些字的,会发现,其中一个字变了。 说到这里,他微微一停,语气变得有些古怪。 变得是那个逼人的逼字,他变成了冰字。 冰! 唐庄老者有些愕然,前后一念。 富贵冰人! 他脸色陡然大变,一字一字念了出来。 富贵,冰人! 他的嘴再次大大的张开,而张武金全然不给他喘气的机会,道。 你们家,代代富贵,但家主却代代冰寒,一生仿佛就在冰水里抛着。 再多的钱,再大的事,也不能让他感觉到丝毫的热气,而且你们家,应该已经不是嫡传了,传承你们家的,应该是旁之,而不是嫡系。 是,唐庄老者先前一直在撑着,到这一刻,他终于撑不住了,近乎绝望地点了点头,我唐家,富贾天下,但家主必得怪病,一生仿佛浸在冰水里,没有一点人生的乐趣。 而且,家主往往无后,要从庞宗找人来继承。 说到这里,他眼中露出悲伤之色。 小明不是我嫡传的孙子,我两个孙子,全都没有活过十二岁,小明,是我四叔家转成过来的,不想又是一样,居然,居然是因为那张床,可是,为什么? 他不明白,张武金微微一笑。 那个木匠师傅,一定告诉过你的先祖,选定的继承人,一定要睡那张床,才能聚采,而且是要从小睡,是不是? 他说到这里,唐庄老者已然明白,陡然惊呼道。 睡那张床就会得病,怪不得,怪不得,我家以为是邪,我养在外面,三十四岁才睡那张床,那时我已经游子,两个儿子也养在外面,也同样好好的, 但他们各挑一个儿子回来,跟我睡那张床,全都没活过十二岁,以至于,他们都在不愿继承家业,我只能从四叔那房转成小明,结果小明也是这样,居然是因为那张床,因为那张床。 叫到后来,他眼中已经显出疯狂之色,你舍得毁掉他吗?张武金冷笑。 唐庄老者心中,本来确实已经生出那个想法,听到张武金这话,眼中差时现出挣扎之色。 第112章,天上吊神医。 这种神情,恰如那些瘾君子,明知毒品是大害,但要他借,却是那般的为难。 但他豁然醒悟,对着张武金一抱拳。 张先生,哦,不,小张师傅,老朽唐朝宗,有眼不识泰山,还望小张师傅多多见谅,你请坐,上茶。 又扭头吩咐,叫红姑带小明来。 他快不下楼,再又对着张武金抱拳。 小张师傅,请。 张武金对南洋老派华人中仍然流行的这一套,其实不熟,不过也学着唐朝宗抱拳。 请。 到客厅坐下,自有佣人泡了茶来,张胡言喜欢喝茶,张武金也一样,木工箱里,永远带着一大包, 就是他娘每年开春自采自炒的茶叶,其实也香,不过当然不能跟唐家的茶叶比,但他也不问,唐朝宗这会儿一脸热情,只是心中显然仍有疑问,道,小张师傅,不知能否请教,为什么小孩子睡那张床,不能活过十二岁,但我三十四岁后,却能活到七十二岁。 小孩天根不稳,张武金知道他会问,还好,这个床谱上是有解释的,他指了指头顶。 小孩出生时,心门是没有闭合的,严格地说,他其实还不是一个生命,神则其居,恰如鸟则其学,可居,也可弃,百日之后闭合,乃是神定。 但是,根仍不稳,要到十二岁,十二地之齐全,才可与天干相配,天干配地之,神乃安稳,命乃齐全。 哦!唐朝宗听得似懂非懂,只是一脸钦佩之色,但张武金其实是照本宣科,他不但不懂,起先甚至有些不信,直到亲眼看到小明春宫中,那近乎刀客俯批的痕迹,他才确信,却有那么一张床。 说话间,先前那个红发女子已经抱着小明来了,小明浮在红发女子肩头,全身软软的,了无生气,恰如一夜惊动地摔草。 家主!红发女子叫了一声,是我照顾不周,小明他。 给小张师傅跪下。 不等他说完,唐朝宗断然打断了他,向张武金一指,道歉。 红发女子一饿,他知道家主的强势,没有人可以欺负唐家的人,哪怕就是他一个下人,更何况,这还涉及到小主人,居然要给这个外人跪下,太不可思议。 嗯!唐朝宗哼了一声,他的声音并不严厉,却有些冷。 而唐家所有人都知道,他声音转冷的时候,是最可怕的。 红发女子再不敢犹豫,把怀中的小明放在地下,转身就朝着张武金跪下了,甚至扣下头去。 小张师傅,对不起,是唐红梦浪了,这里给你赔罪。 小明,你也给小张师傅跪下。 唐红虽然扣下头去,一手是扶着小明的,听到这话,他心中一颤,手也抖了一下,心中掀起巨浪。 这人是谁,居然要唐家小主人下跪? 唐红牛逼,他跪下,张武金也就没拦,但说要小明跪下,他还要坐着,那就傻了。 张武金呵呵一笑,一点小事,算得什么,其实说起来也是缘分。 说着站起来,抱起小明。 小明实际年龄,应该有11岁多了,看起来也有8、9岁,可抱到手里,却甚至比压压还轻。 张武金心中情不自禁地,就生出一股怜悯之色,细看一眼小明春宫,小明也看着他,眼神是那般的柔软无力,让人生怜。 无论如何,孩子是无辜的,本来对唐家害死将门先辈,张武金确实心怀愤恨,看看那张床,最多改一下,散了那股寒气,也散了唐家的财气,那就行了。 至于唐家祖孙,爱死不死,但看到小明这个样子,他改了心思,对唐朝宗道,小明应该是6岁以后才睡的那张床,神安一半,也就有了一半的地气,还是有救的。 真大!唐朝宗惊喜焦急,他大做生事,又叫唐红贵,又叫小明拜,无非就是想要张武金开这句口。 他疼得站了起来,双手抱拳,深深做下一曲。 小张师傅如能就得小明性命,便是我唐家的大恩人,山高海深,我唐家永至不忘。 唐老客气了。 张武金忙,身手虚伏,有些东西需要虚张声势,需要保持神秘,但待人接物,却可尽量温和亲切,这是张胡眼教张武金的。 这不是客气。 唐朝宗还要客气两句,张武金却道。 唐老,你不要动,我看看你的脸。 唐朝宗一经负一喜,慌忙站直身子,人皆喜生而饿死,好死不如赖活着嘛。 何况是唐门家主,天下巨富,能救得小明,他当然高兴,但如果张武金居然还能救他,那更是天大之喜呀。 他一生冷硬威严,行事果决刚丽,这一刻,居然患得患失起来,恰如十五六岁少年时,给心爱的女孩写了情书后的心情。 张武金自然明白他的心情,却故意久看了一会儿,然后还凝眉沉思了一下,所以说啊,做好人,要技巧,有时大恩如仇,有时一个馒头,却能让人记一辈子,他越拿着一点。 唐朝宗这一刻,就越忐忑,这一辈子,也就记得越深。 唐老满七十了吧? 张武金微坐陈令,正月十三满的七十。 看他陈令,唐朝宗心往下沉,道,我活得也够了,老儿不死为之贼,但求小张师傅救救小明,他还小,至于老朽,无所谓了。 张武金点点头,索性再吊他一下,道。 先看看那张床吧。 好。 唐朝宗毫不犹豫点头。 小张师傅,请跟我来。 当先引路。 张武金把小明交还给唐红,唐红站直来,接过人,心中大是惊讶。 难怪要我赔罪,还要小明下跪,这个人难道能救小主人和家主,这怎么可能? 家主怎么突然糊涂了,就信了他的鬼话呢? 张武金先前跟唐朝宗说的话,唐红并没有听到,但唐家未知这怪病下的功夫,他却是知道的。 别说天下的医生请到了,唐家甚至在瑞典,专门成立了一家研究所。 研究这种怪病,投的钱,据说已经超过了十亿美金,却一点效果也没有。 而闹事中偶尔碰到的这么一个人,却说他能治,这是天上掉馅饼呢? 还是天上掉神医? 第113章,聚宝盆 唐朝宗一经负一喜,慌忙站直身子,人皆喜生而饿死,好死不如赖活着吗? 何况是唐门家主,天下巨富,能救得小明,他当然高兴,但如果张武金居然还能救他,那更是天大之喜呀。 他一生冷硬威严,行事果决刚丽,这一刻,居然患得患失起来,恰如十五六岁少年时,给心爱的女孩写了情书后的心情。 这就是聚宝盆。 而除了视觉上的震撼,还有气感,张武金只一进房,还没看到那张床,他就感觉到了一股极大的气场,他自己坐的春床,气感有,但并不是很强,仿佛冬日里晒太阳,只有那么微弱的一点温暖的感觉。 而聚宝盆完全不同,那种强大的气场,恰如冬天里,房中开了热空调,只要一进房,热浪便滚滚而来。 难怪师父说,古人有大智慧,因为古人有大淳朴,后背根本比不了,果然如此。 张武金暗暗叹服,淳朴是智慧吗? 有些人可能不服,呵呵,现在的人,确实是聪明了,上天入地,几乎无所不能,可是,现在的人,真的快乐吗? 人活不过一世而已,找不到快乐,你上天入地的找什么呀? 房间很大,这张巨大的床,则放在房间的正中央,传说中,龙床才是这么放啊,聚宝盆的霸气,果然非同一般。 唐朝宗这时,已经急不可耐地,去看床脚雕的花纹,他以前真的只以为是花纹装饰。 也有不少高人见过这张床,都没看出这些是字,不过现在他在看,仍然无法辨认。 这是大传,然后用了花雕的刻法做了演示,一般人根本认不出来。 张武金也在看,床脚的字,与床谱上说的,一般无二,用豹子刨出的,是字的主体,本来就是花雕,然后再又配上了笔苗的配饰,不明白真相的,怎么可能认得出来? 大传?唐朝宗显然不是粗豪之人,秦小传与周金文之间的文字,那确实不认得。 他向门口看了一眼,没有开口,不过张武金明白他的意思,道。 唐老可以让人查一下,富贵冰人四字大传的写法,道要见识一下。 唐朝宗掩饰得一笑,向门口点一点头,很快就有人捧了纸进来,每张纸上一个大字,正是富贵冰人四个字, 不过这些字明显与床脚雕的不同,当然,大事还是像,但好像多了笔画,就好比有人画蛇天足,蛇无足,天上了足,蛇霸就认不出来了,明明是我的仔,怎么要像不像,难道他妈偷人了? 张武金看到了唐朝宗眼中的疑惑,笑道,掩耳道灵而已,那些有凹痕的才是字体,笔描的只是掩饰,唐老不妨把那些笔描的花花草草掩住再看。 竟然是这样?唐朝宗一言掩住一些多余的花苗,只看凹痕,果然就对上号了,虽然笔试略有些不同,那不过是用了花法,就如同楷书与行书的不同,这一点唐朝宗还是可以辨别的。 福贵兵人?唐朝宗把四个字都认了出来,一时间又惊又怒,又喜又敬,对张武金抱拳,小张师傅果实高人,实话说,这些年,也有不少所谓的高人,对这床有过感觉,却只觉奇怪,不明其理,如此隐秘,小张师傅若不说,谁想得到。 他站起身来,看着巨大的鼓床,有些感慨,发我家的,是这张床,害我家的,也是这张床。 他看着张武金,张了张嘴,却不知怎么说。 张武金知道他的心思,一般人肯定都是这么想吗?富贵还是要的,但怎么才能挤保富贵,又去丧气呢? 张武金先不开口,不急,再拿一拿,他双脚分开,不叮不扒,这倒,不是个虚架子,这是正宗的语步,然后双眼四臂非臂,左手竖在胸前,右手放在下腹,大拇指捏着中指,嗯,这手型是假的,是他以前看村里的神棍请神,那神棍就是这么捏的。 不过人家,戴了顶道士的帽子,他没戴而已。戴没戴帽子无所谓,唐朝宗这样的老派人,肯定见过这样的首饰,看了张武金这个样子,自然觉得就是正道,也就能唬住他。 唐朝宗果然就笔直站在那里,一声不吭。 张武金倒也没有白站,他其实是在感受聚宝盆的气,虽不知其然,但至少可以感受到那种气场的强大, 同时间自己气沉丹田,虽然没推豹子,但他的气本身是沉下去的,气一沉,呼吸就越来越慢,越来越细,也越来越深。 唐朝宗本身却有功夫,早年间闯海外的华人,很多都有功夫,一些大家族,更请得好手在家教权护院,唐朝宗功夫可以说相当不错, 反正即便他欺视了,张武金要跟他打,不一定谁赢,因为张武金只懂了劲,气达四烧后,力气大,劲到透得出, 但对敌,不是光有劲就行的,招式经验眼光火候,都非常重要,张武金这方面,差得比较多, 他也就是最近看了点军警格斗视频教程而已,尤其经验太差了。 第114章,机缘巧合。而唐朝宗一听张武金的呼吸,立刻就暗暗点头了,他可不知道张武金只懂劲不会招, 一听这呼吸,那家高手啊,而且果然是在施法啊,心中敬畏可就更深一层。 所谓骗子,只能骗粗浅之人,想骗唐朝宗这样的人,难。 就拿刚才认字来说,先前张武金已经说得神乎其神了,可一看字, 唐朝宗还是要自己认一认,确实没错,现在再一听张武金呼吸,那才真符, 要是指一张嘴的骗子,气息浮躁,站在那里,呼吸像扯风扇一样,呼噜呼噜的, 也是高人了。骗谁啊? 三分钟左右,张武金睁开眼睛,看一眼身后,对唐红道,把小明抱出去吧。 对,小明先出去。 唐朝宗立刻赞同,又哄小明。 小明乖啊,爷爷请高人做法,小明很快就好了。 小明只在唐红怀中有气无力地看着,也不应声,唐红自然不敢违逆,抱着小明出去了, 但出去,和近来比,他心中却更多了疑惑,因为床脚上雕的花,居然真的是字。 而张武金,居然真的知道这床脚雕的富贵逼人四个字,这就悬了,他不免想。 难道他真是高人? 张武金可不管唐红怎么想,他本来想直接上床的,但脚一脉,心中忽悠一动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 这戏,不妨再演一演,于是脚步一斜,绕着床,左走三圈,又再走三圈,手上自然捏着绝,口中还念念有词。 唐朝宗自己也褪开了一些,一脸端严地看着他,老派人信这个,事实上,中国人大部分都信。 尤其他认定张武金是高人厚,高人做法,他心中可不敢有半点不敬。 张武金这把戏还是跟农村的神棍学的,上次在颜卫红马明远面前演了一次,有经验了。 这次自然演得更像,至于嘴中念的,道真是好东西,传了数千年的,道可道,非常道,明可明,非常明。 对了,正是道德经,任何人听了,都不敢说他是假的,老子可是道教之族,你敢说道德经服不了魔,捉不了鬼,天下所有道士都不会答应,虽然他们捉鬼,不念道德经。 张武金转到东方,呼得抱贺一声,一个剑步就跨到了床上,床上还扑着被子呢,他鞋也不脱,一脚踩在床上,就是盘膝坐下,双手在腹前捏一个绝,至于什么绝,天知道。 反正张武金自己不晓得。 他这一招,是跟城关镇的这名神棍高仙公学的,高仙公就专号用这一招,不过高仙公上的是八仙桌,八仙桌也有半个人高啊, 高仙公每次做法,念诀走步五半天后,必定一声抱贺,一个剑步跳到八仙桌上,盘膝打坐。 张武金小时候,常看高仙公做法,每次都给这一招,唬得一愣一愣的。 其实现在想来,他估计高仙公可能是五类了,到八仙桌上休息一会儿,可别人看不出来啊,他这会儿山寨一把,唐朝宗照样给唬得一声不吭。 所有这一切,张武金确实都是在演戏。 但真正一上床,他心中却是猛然一领。 在床外,他能感受到聚宝盆的强大的气场,但也只是一种感觉,就如站在铁路边上。 看着一列火车从身边开过,虽然感觉很厉害的样子,但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,并无直观的感受。 但是上了床,差时给气场包围,他才真正的见识到,聚宝盆的气场,到底有多么的强大。 他在春床上,曾经操了玛丽丽两个月,春床的气场,给他的感觉,就仿佛一池春水,人到床上,就如进了水中,尤其是插入玛丽丽体内后,更会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觉。 仿佛与池水完整地融在了一起,随便怎么操,永远都不会累,只要不想泄,就可以不泄,而且越操越有精神。 而聚宝盆给他的感觉,不像一池春水,却像一个海洋,那种巨大,那种浩瀚,那种磅礴,那种厚重,那种深广,无词可以形容,只是一刹那,整个人就给包裹了起来,深深地陷入了进去,仿佛失角跌进了无底的深渊。 张五金有一刹那的惊慌,差点张嘴惊呼,更差一点起身逃跑,不过他终究是有在春床上睡过的经验,还好及时克制住了自己,把自己放开,让聚宝盆的气场彻底包住自己,也让自己彻底融入聚宝盆的气场。 凡人与神人的区别,就在于职。凡人职于乙,死死地不肯放开,最终彻底失去,神人不职于己,放乙于天地之中,反能与天地同存。 念身则身忧,望身则身存。 这是老子说的。 聚宝盆的气场,本来紧紧地裹着张五金,仿佛一张巨口要吞噬它,但张五金一放开,这种包裹突然就消失了,恰如游溶于水,又仿佛于入水中,是那般地融合。 张五金的感觉中,自己的身子在膨胀,越来越大,越来越大,渐渐地,仿佛就有了顶天立地的感觉,又仿佛天地就在胸间,自己复阴而抱扬,包天而裹地。 他心中喜悦,知道机缘巧合,借着聚宝盆,自己的修为又进了一步。 他虽然气沉丹田,但修为不强,而且他本来的格局也小,就如农家的小院落,虽然前三间后五间的,居庭俱全,但其实容不了多少东西。 但借着聚宝盆的气场,他的格局一下子扩大了,心胸仿佛开阔了无数倍。 这个有些悬,打个简单的比方,就好比他以前是站在屋顶上往外看,只能看到市区的一角,而现在,他站在了山顶上,于是,整个市区都落在了眼底一般。 张武金大约坐了有五分钟左右,一感觉到自己的气场与聚宝盆融为一体,并同时放大了,他就知道,不必再坐下去了。 除非邱雨在这里,两个一起上床,颠笼捣缝,阴阳和和,可能会有另外的感应,否则是不可能再有什么奇迹发生了,能借聚宝盆的气场,扩大自己的气场,这已经是极难得的机缘了,就好比师父灌顶船工一样, 师父给你灌了一肚子气,还要怎么着?祝你成仙啊! 第115章,他是要瘾,不过他也没有马上睁开眼睛跳下床去,摆个这么大架势跳上床,结果五分钟就下去,这就好比大冬天玩女人,毛线衣紧身衣保暖内衣,七层八层好不容易包出来了,结果没两分钟就完事了,那不是浪费表情吗? 他学的是高仙工,而高仙工在八仙桌上,一般要做一二十分钟的,时间的长短,看场面,这家人富裕,出的钱多,或者看的人多,那就久一点点,架势也弄大一点点,若是个草鸡场子,那也就是七八分钟十来分钟完事,主人家自然有些脸色不好,却也拿他无可奈何。 而现在唐朝宗同样眼巴巴看着,他可不好哄,张武金真要五分钟下了床,他还不知是个什么想法呢? 所以,张武金沉着气不动,心思却放开了,倒突然生出迷雾。 热床寒气,寒热交加,这不跟秦孟寒的病是一样的吗? 他那个是阴身火气,刚好反过来,到床上一睡,整好中和,对了,就是他了。 为秦孟寒的病,他纠结一天了,实在是找不出办法,寒热两种床室,到底要怎么凑合,想不到阴差阳错,居然在聚宝盆上想通了,一时间,只想开心地大笑起来。 唐朝宗老眼宁光,一眨不眨地看着他,先见他一脸沉宁,心便也宁着,突见他眉头一扬,脸带喜色,心中顿时也是一喜,看来有门。 他又哪里知道,张五金高兴的,是完全不相干的一件事情,而且还要打他的主意。 张五金前后又想了一遍,因为他不通一理,并没有太大的把握,只是一种气感,和一种质朴的理解。 曾经看过一部戏,《神医喜来乐》,喜来乐老婆不会炒菜,但有一句名言,盐多了放水,水多了放盐,听着好笑,但这世间的道理,还真就是这样的。 秦梦涵是女子,纯阴之体,月经之石,阴朝涌动,结果却带了热火到体内,而聚宝盆,气场本身是阳的,热钱滚滚而来,但木匠师傅弄了手脚,改了一下线,又收了一股寒气在里面,所以睡着床的人,才会睡在钱堆上,却一辈子冰寒。 但如果秦梦寒睡上去,阴身阳床,阴阳相合,然后床上阴气入体,到他身体最里面,又可中和他公包中的热气,不正是盐多放水水多放盐吗? 当然,不一定对,可张武金是个不读书的,他的理解,也只能到这一层了。 前后想一想,就是他了,然后再又转一下心思,倒是记起小说中的一个情节,便把舌尖用牙齿一咬,痛啊,不过唐朝宗不是等闲人物,西耀眼的真,不下血本还真不行。 咬破舌尖,他陡然睁眼,对着床头,就是一口老血喷出去,正喷在一个大枕头上,应该是唐朝宗枕的,却看旁边还有一个小枕头,想来是小明枕的了。 既然要演,就演全套,没办法,只好把舌尖再吸一吸,再吸点血出来,又一口老血,喷在了小枕头上,双手自然还要摆个式,都捏剑纸,左手指着自己丹田,右手指着枕头,随着血喷上去,剑纸画圈。 他是学的神棍,本来还有几个姿势,要捂,但后来吐那一口,血少痰多,嗯,他自己看着也有些偶心了,还有些不好意思,乱吐痰啊,小朋友不乖,算了,不捂了,起身下床。 唐朝宗给他唬得一愣一愣的,至于枕头上吐了血,嘿嘿,师父都舍得吐血了,你还舍不得个枕头? 天下有这个道理没有,自然是不会有意见的,只眼巴巴看着张五金。 张五金这会儿就不拿着了,对唐朝宗点一点头。 唐老,你少年时底子打得坚实,而且是下半轮睡的这床。 看唐朝宗有些不明白,解释。 十二帝之,乃是十二神器,分管十二年,你若是三十二岁之前睡这床,那就无救。 三十二岁之后睡这床,前面八年神器已足,虽然后几年寒气入侵,但抵抗力还是要强一些。 这里面说不太清楚,这么说吧,唐老,你是不是近四年来,觉得精神越来越好? 对张五金的说法,唐朝宗确实有些不太懂,但这么一问,他点头,是。 这就是了。 张五金道,身体的反应是反着的,神弯气足的人,身体没感觉,神气不安的人,反而躁动,一会儿觉得好,一会儿觉得坏的,就如瓶中装水,满瓶不响,半瓶乱响,你觉得精神特别好,特别想动,其实是一种躁活,就如老枯枝上生了一根心芽,是老树复活了吗? 不是的,那是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华,这棵树,再无救了。 这么一说,唐朝宗明白了,眼巴巴道,那这个要怎么解,对了,小明也是这样,这两年,好像精神要好一些,尤其是入秋以后,可能是秋造,他精神更好了,像今天,他就起心要到市里去玩,天性就碰到了小张师傅。 他倒是,帮着张武金解释了,张武金心下暗笑,点点头,确实是缘分,威易成令。 尤姐,但要一份要引子,是什么东西? 无论什么东西,以唐家之能,必能找来,这一点,唐朝宗很自信。 不是东西,是一个人,一个女人。 说到这里,张武金突然仰头向天,随即笑意,在脸上慢慢仰开去。 他神神鬼鬼,唐朝宗只眼巴巴看着他,完全给弄到了五里云中。 张武金当然有解释,看着唐朝宗道。 唐老,你可能不知道,我不是广州人,我是扬州人。 前几天,我外甥女偷跑来广东打工,火车上给人偷了钱包,在那儿哭呢,给一个叫秦梦涵的女子碰到了,带她回了家。 所以我找了来,而这秦梦涵,本是个歌星,突然哑了嗓了。 是因为,体内有一股古怪的寒热之气,我今天本是帮她找一位要的,结果却又碰到小明喷我的车。 说到这里,她微微一停,脸上有一种略带惊骇的神秘的表情。 聚宝盆刚好可以治秦梦涵的病,而秦梦涵体内引出的那股寒热之气,又刚好是消解聚宝盆写法的药引, 然后我远来广州,却又碰到小明喷我的车,这前前后后,你想想看,是什么? 第116章,你不够资格。 她这么一说,也确实太巧了,不管是配合她,还是真这么认为,唐朝宗脸上也有些惊骇。 天意!天意! 张武金点头 当然,她知道唐朝宗未必全信,唐朝宗这样的人,不见真章,是休想让她全信的。 但没关系啊,或许聚宝盆至秦梦涵的病,她没十足的把握,但至唐朝宗小明爷孙俩的病, 那却是手到擒来,等病好了。 唐朝宗自然信了,然后自然会想到,前面她所说的天意,自然而然,就会生出敬畏之心。 人可欺,天不可欺,人可谢,天不可谢。 唯敬而已。 到那个时候,无论她是什么样的人,都不可能再敢打张武金的主意。 你知恶,秦梦涵能解,而秦梦涵刚好也有恶,你先替她解了,要引就水到渠成。 张武金同时想到了秦梦涵给邓三毛逼迫的事,她虽然至今不知道唐朝宗到底是什么人,但唐红一个下人也如此牛逼轰轰,唐朝宗的权势,不必问,那就顺便借她帮秦梦涵一把锣,无论秦梦涵的病治得好治不好,至少帮她去了,背上一个大包袱再说,就把秦梦涵的事说了。 对唐朝宗来说,这是太简单了,对门口点了点头,道,把那个邓三毛找来,把这事解决了。 张武金注意到了,门口有一个黑衣老者,高高瘦瘦,一张木板脸,一点表情也没有,唐朝宗走到哪里,他就跟到哪里,走路几乎一点声音也没有,唐朝宗吩咐了,他也只是点一点头,随即转身吩咐下去,看来地位不低。 张武金不管这些,先给梅子打了电话,说了有车去接,让他跟秦梦涵随车来就行了,能治秦梦涵的病。 打完了电话,张武金又道,唐老,我还需要一套木工的家室,一张马凳,一块木料,一只黑狗的血,一两朱纱,和一条老墨,越老越好。 这些也不难,唐朝宗随口吩咐下去,自然有人备办。 两人回到客厅,闲聊坐等,唐红带着小明陪着,小明总有些好奇地看着张武金,不过显然完全没有精神,张武金偶尔就冲他笑笑。 唐朝宗见多识广,张武金也在外面闯了几年,练得一张好嘴,道不愁没话说,不过他只是闲聊,绝口不问唐朝宗的来历,这是张胡衍教他的,不要对主家盘根问底,尤其是权贵人物,该怎么样,就怎么样,水到了,自然渠成。 秦孟涵和梅子先来了,梅子一见张武金就叫,舅舅,他显然有些亚异,还有些疑惑,不稀奇,唐家去接他们的,不知是什么车,而唐朝宗这座山庄,更吓到了他,广州寸土寸金,而在广州市内,居然有这么大一座私人山庄,太可怕了。 张武金点点头,对秦孟涵笑了一下,道,这是唐老先生,又给唐朝宗介绍。 这是秦孟涵秦小姐,这是我外甥女梅子。 其他的就不多说,唐朝宗道也不拿架子,秦孟涵梅子先叫了人,他也笑着点头招呼,甚至还微微有着一点老年人的亲和,很显然,这是看张武金的面子了,或者说,是冲着秦孟涵这只要饮。 差不多前脚后脚,邓三毛也来了,他一进大厅,一眼就看到了秦孟涵,再看到唐朝宗,差时脸色大变,竟然扑通一声,远远的就跪下了,口中叫,小人有眼不识泰山,还望唐爷见谅,还望唐爷见谅。 无论张武金,还是秦孟涵,都不认识唐朝宗,但邓三毛却知道一点点。 唐朝宗,华人巨富,但这只是他的表面身份,他真正的身份,是南洋的地下黑钱之王,他的钱庄,从印尼一直开到缅甸,遍布整个东南亚,东南亚所有的军阀独销独管的黑钱,都要靠他的钱庄来洗白。 他有无数的产业,无数的手下,甚至有一支三千人的精锐武装,而如果他真要想杀一个人,不用自己动手,只要放出话去,自然有无数想要讨好他的毒销军阀赌王帮他去办。 但黑并不是他的全部,在印尼和菲律宾等国,他赞助支持掌控着近百名的各国议员,在这些国家,有很多总统做不到的事情,他能做到,而且是以民主的名义,由议员去鼓吹,政府去执行。 甚至在美国加拿大这些老牌的西方国家,也有他资助的议员,这不稀奇,民主本来就是用来卖的,所谓选举,选的就是广告,而谁有钱赞助广告产品,自然也就能掌控民意。 所以,他在西方国家,同样有一定的影响力,多伦多,就津津到墨尔本,同样有他的黑金链在流动。 他如一只南洋深海之底的巨大章鱼,长长的触手,几乎能伸到全世界的任何地方。 而邓三毛,只是一家小小影视公司的老板,唐朝宗要他死,不会比捏死一只蚂蚁更费力,秦孟涵居然攀到了唐朝宗,他怎能不怕? 他这个样子,秦孟涵梅子自然是一脸惊饿了,尤其梅子,看看唐朝宗,心下轿。 这老爷子是谁,这妖牛?再看看张武金。 舅舅居然认识这样的人,不行,回去一定要审一审,舅舅大人越来越神秘了呀,难道真给外星肥婆包养了? 张武金当然不知道他心里的想法,倒也暗暗点头,对唐朝宗的身份,他本来只是猜测。 而邓三毛的反应,进一步验证了这种猜测。 如果是在上聚宝盆静坐之前,他脸上难免也会有反应,到底格局还小。 但聚宝盆强大的气场,扩大了他的气场,神丸气足,心胸眼界也宽广了许多,倒是不动神色。 唐朝宗看了邓三毛一眼,对黑衣人拿过来的合同,却扫都没去扫,冷冷地道。 你是要三百万是吧? 不要,不要了。 邓三毛慌忙摇头,我立即签字,立即签字。 不要了,你是说送我个人情? 唐朝宗微微一笑,瞪三毛心中一跳,能送南洋的地下黑钱之王一个人情,那是多大的面子。 他刚陪上一个笑脸,想着是不是要客气一句,却见唐朝宗脸一冷,道。 你不够资格。 第一百一十七章,你还是处女吗? 说着挥手,带他下去,给他三百万,让他签字。 随即补一句,以后离其孟涵小姐远一点。 这么霸气? 梅子眼珠子瞪得有灯泡大,虽然他是酸梅子,天不怕地不怕的,但三百万啊,送他个人情。 他居然说不够资格,天爷,这也太霸气了吧,就是秦孟涵也有些神动,不自禁地看了一眼唐朝宗,只有张五金不动声色。 邓三毛颓然丧气,忍不住偷眼看一眼秦孟涵,这丫头,像个木雕一样坐在那里,居然谢谢都没说一句,他心下暗叹。 爹娘生了一张好脸蛋,就是占便宜啊。 他这个感慨,不仅仅是因为秦孟涵解了约,而是因为唐朝宗的这句话,与东圈不好混,钱规则太多了,想要在台上站着,面对千万观众,往往先就要在台下跪着,去填损一根或者多根长短老嫩不一的骚根,除非家事特别牛,否则基本没有例外。 美貌是一种本钱,但如果只有美貌没有强硬的后台,那就好比一个婴儿带着满身的珠宝在闹室中乱逛,想让别人不打你的主意,怎么可能? 所以,只说有些女明星不知廉耻,那是不对的,是多豺狼,娱乐圈更甚,想守身如玉,难啊。 打秦孟涵主意的,当然也有很多,一则是秦孟涵很固执,二则也是邓三毛想其货可居。 卖一个最好的价钱,所以一直帮着维护,但有了唐朝宗这句话,他这个美梦破了。 他的脑袋不是铁打的,就算是铁打的,唐朝宗也能把他给融了,做成尿壶。 邓三毛怎么想怎么签约这些,张武金就不管了,秦孟涵倒是谢了唐朝宗,张武金笑。 别急,待会你们互相谢吧,别谢我就行。 越感觉到唐朝宗的强势,他反而越放得开,倒是开起了玩笑。 这样好啊,其实越是大人物,越看不起那些畏畏缩缩的人,唐朝宗便也笑。 我是要谢你的,至于秦小姐谢不谢,我就不知道了。 对着美女,老男人也想开点带婚的玩笑,秦孟涵虽然自今,到底是娱乐圈混的,这类的玩笑也不以为意,他倒也放得开,对张武金笑道。 如果张先生不让我谢,那我就不谢了。 张武金一饿,好像我亏了呀,引发一片笑声。 重到唐朝宗卧室,梅子也跟进来了,又是一番惊叹,这么大的卧室,这么大的床,皇宫啊,还好他没叫出来,那含戏的表情,却是明明白白写在脸上。 不过皇宫里还架着木匠师傅做活的马凳,凳上还支着木料,可就出乎梅子意料之外了。 看张武金,巧声道,舅舅,这给你准备的,你还是木匠啊? 我本来就是木匠啊。 张武金笑,却扭脸看秦孟涵,秦孟涵给他看得微有些不好意思,道。 怎么了?秦小姐,你是不是厨女? 张武金这话,惊得梅子一跳,差点没掐他一把,哪有人问女孩子这样的问题的呀? 就是唐朝宗也微有些惊讶。 秦孟涵脸差时长得通红,昨夜他给张武金看光光,本就有些羞,只是强撑着,这会儿更是羞中煎恼,不过他脑中突地一闪,记起来,昨夜张武金也突然说疯话,说摸了他奶子,还说手感很好什么的,其实另有用意,这次莫非也一样。 心中生出这个明雾,他倒是,不再生气,羞是羞,却正脸看着张武金,因为他记得,昨夜张武金其实是要看他的脸像,怕他动,还压着他头的,今天或许也一样,那就要让张武金看清楚。 迎着张武金目光,他眼中含着羞意,却一脸正色地点头。 是,我是厨女。 张武金确实看了一眼他的春宫,看不出什么东西,不过他问这话,本来另有意思,得到秦孟涵肯定的回答,他扭头看向唐朝宗,微有些感慨,秦小姐这样的美女,又是在娱乐圈中的混的,居然是处女,怎么说呢?这真的是天意了。 唐朝宗也微微点头,冲秦孟涵多看了一眼,没说话。 张武金也不逼他说,他这番做派的用意,还是预先做铺垫,还是那句话,治不得小明和唐朝宗的病,一切白搭,等到治好了两人的病,现在的话,在后面就会成倍地加重唐朝宗心中的敬畏。 天意不可为。 秦小姐,你到床上躺下。 张武金指了指床,床上的铺盖已经换过了,张武金先前跟唐朝宗说了的,枕头铺盖什么的,全都用猛火烧化,其实就是故作神秘,不过唐朝宗坚决照做了,烧个枕头铺盖算什么。 秦孟涵愣了一下,当着这么多人到床上躺下,他虽然演戏,也是当着人演,终究有些不好意思,不过马上就想,也许张武金另有深意,那自然要配合, 恩了一声,到床上,仰身躺下,还问,我要怎么躺?你随意就好。 张武金对他微笑,他发现,秦孟涵虽然有着美人固有的矜持冷傲,做事不主动,但并不傻,这配合就蛮好。 那我这样? 秦孟涵仰天躺好,双手交搭在腹前,还看了一眼张武金,似乎在求证他的意思,然后闭上了眼睛。 他今天穿的一身白,上身白色漏肩衬衫,下身白色七分裤,只腰间一条黑丝带打了个结, 这么往床上一躺,仿佛是谁往床上放了一束白兰花,说不出的轻心动人,张武金看得都有些发呆。 秦孟涵虽然闭上了眼睛,不过面色还是有些红,眼珠子也在微微地动,这个正常,当着别人的面这么躺着,难道还睡得这样? 但张武金就是要他睡着,睡着了,身体才能自然放松,经脉才能自然打开,才能与聚宝盆的气场融为一体,也才能把他体内的热性化掉。 张武金从木工箱里拿出豹子,他要唐朝宗帮他准备这些,就是为的让秦孟涵睡觉,不过这些他是不会说的,走到马凳前,把豹子睁了正,推了起来。 边上的豹朝宗堂红几个还好,梅子则是好奇到了极点,心吓暗叫。 舅舅搞什么飞机啊,弄这么大一张床,叫孟涵姐到上面躺着,他却做起了木活,太奇怪了。 没到三分钟,床上的秦孟涵就睡着了,梅子终于再也忍不住,低叫道。 舅舅,孟涵姐睡着了?嗯。 张武金点头,收了豹子,让他睡一会儿,把火性引出来。 他怎么能睡得着的?梅子虽然压低了声音,脸型却极度夸张,就是唐朝宗几个也一脸惊异。 秦孟涵突然睡过去,明显是张武金推豹子的原因,这太不可思议了,就推那么几下豹子,怎么就能让人睡过去呢? 而且他们就在边上站着呀,也没听出有什么稀奇的地方,难道这推豹子,只针对床上的人?豹子能催眠还定向,太神了吧? 第118章,装神弄鬼。这些地方,张武金是坚决不解释的,适当地保持神秘,是座高人的不二秘诀呀。 微微笑了一下,道。 可能是累了吧? 梅子当然不信,但张武金不再理他,对唐朝宗道。 我们先到外面去吧,让他睡一会儿,聚宝盆的寒气太足了,先吸一点他的热性做药引,我才好动手破他。 说半句,留半句,换梅子,坚决打破砂锅问到底,唐朝宗出于理性,张武金不说的,他反而不好问,只连连点头。 好,好。 到外面,张武金又道。 准备一只母鸡,要农村里的土鸡,最好喂了三年以上的,回来杀了,先大火煮开,然后小伙围着,晚上小明要用。 一说到小明,唐朝宗神情一鸣,立刻点头。 好。 对那高瘦的黑衣人道。 唐三,你亲自去,三年以上的,农村里喂的土鸡。 他居然叫唐三。 张武金按叫,还真有点唐门的味道了。 他却不知道,作为唐朝宗的贴身总管,唐三在东南亚,是何等的声名赫赫。 什么事如果到唐三亲自出马,像菲律宾那样的小国总统,都可能要过问一声,他要干嘛?唐也有什么大动作? 但今天,出动到唐三,只是为了买一只鸡,边上唐红的脸色就有些精彩,极想笑,又惊骇,又还有些疑,偷眼看着张武金,想。 只盼他真是高人,真就得到了小明和老爷,要是个骗子,指唐三的追杀,这世上,就没几个人护得住他。 闲聊着,约有个多小时左右,唐三还没回来,倒有庸人来报,秦梦寒醒来了。 我们上去。张武金对唐红一点头,抱了小明上来。小明这时轻轻地叫了一句,爷爷!生如出生的小猫。 小明乖,爷爷抱。唐朝宗抱过小明,一脸慈爱。张叔叔给小明治病,小明马上就好了。 他这话,本来是红小明的,小明病了三年多了,三年多身体没长一寸,病越来越重,今年似乎好点儿,但张武金却说那是枯木彭春,就是更重了,哪有那么容易好。 结果张武金却回头一笑,也一脸亲和的道。 是的,小明乖,待会睡一觉,明天早上起来就全好了,可以去上学了。 真的吗?听到上学,小明眼情微微亮了一下,就好比火堆中的余劲,给风吹一下,多了一点点火星。 真的,叔叔可以保证,不信我们拉钩。张武金伸出手指头。 鸭鸭最喜欢拉钩了,小明却也喜欢,真的伸出手,跟张武金玩了一把拉钩上吊,他的手指纤长,枯瘦,皮肉仿佛透明一般,与张武金的手触着,竟是触手生凉,没有半点温度,张武金暗暗生怜,想,这具宝盆的寒气,还真是厉害啊。 到楼上卧室中,秦孟寒果然醒来了,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檐,看见张武金几个进来,他似乎还有些迷糊。 张先生,我好像睡着了。 说着,脸微微有些红。 张武金一笑,不睡一觉,你的喉咙怎么会好呢? 啊? 秦孟寒还有些不明白,但猛然醒悟过来,一下摸向自己的咽喉,而梅子则已叫了起来。 孟寒姐,你的咽喉好了。 真的。 秦孟寒还有些不信,张口出声,自己一听,灯石野鸭的一声,站了起来,一脸的难以置信。 真的好了。 真的好了。 梅子抓着他手,眼睛瞪得有球大,似乎恨不得就从秦孟寒的嘴里爬进去,到秦孟寒的咽喉里验证一番。 孟寒姐,你要不信,唱个歌看。 秦孟寒虽然惊喜不禁,但这会儿也不好意思唱歌,是在别人卧室里呢,但好了没好,他自己开口说话就知道,道,是好了,真的好了,太不可思议了。 又对张五金道。 张先生,谢谢你,真的太谢谢你了。 说到后来,竟然有些哽咽了,对一个唱歌的人来说,还有比嗓子更重要的吗?也难怪他激动了。 张五金笑。 刚才,你好像说了不谢我的呀,这会儿怎么又要谢了?算了算了,心意不成,不要谢了吧。 说得秦孟寒也不好意思起来,而边上的唐朝宗则呵呵而笑。 秦孟寒哑了嗓子,给邓三毛逼迫的是,先前张五金就跟他说了,也亲耳听到了秦孟寒先前说话,嗓子嘶哑的情形。 而这会儿,秦孟寒嗓音轻亮,如黄鹰轻蹄,前后不过睡了一觉而已,这样的奇迹,亲眼所见,亲耳所闻,他也确实惊异。 但他到底不是普通人,这世上的骗子多了,骗术更高明的也有。 言之,这不是秦孟寒跟张五金联手做的一个局。 总之一句话,到现在为止,他信了张五金七分,但只要小明或者他的病不好,就总会心存怀疑。 所以他这呵呵笑,真心假意,只有他自己知道。 张五金不操心这个,他让唐朝宗叫人把床板撒了,又把墨磨了,跟狗血朱砂合在一起,装在墨斗里,然后先在床周围弹线,还一脸严肃的嘱咐。 所有人都不要进这根线。 再又拿墨汁,把床脚的福贵冰人四个字图了,又在床梁上和床档上,到处画符,总之把戏做得十足。 别人不了解,他也罢了,梅子对他可是知根知底呀,可就看得傻不愣瞪,舅舅什么时候做了高仙公的徒弟了? 演了半天戏,张五金又围着床转了几圈,却还摇头,口中叫。 不行,不对,看来不破了,煞气不行。 庄母作样说了几句,这才拿起豹子,这才是真正的核心,可给他这么演了半天。 加上最后几句话,唐朝宗几个就再也不可能去注意他刨线改线的事,还只以为,他拿豹子改线,是因为前妻的腹水,做法压不住鞋,要靠豹子破煞呢。 床的真面目,就这么掩盖起来了,只要张五金自己不说破,哪怕以唐朝宗这样老而成精的人物,也绝对想不到,一切的根源,都在豹子改的那几条线上。 第119章,奇迹。 张五金改了线,感受了一下气场,确实改过来了,然后铺上床板,还又在床板上大大的画了一个符,那动作,真如张天师捉鬼一般,最后跳下床来,一脸疲累的虚了口气,道。 铺好被子,抱小明到床上睡下。 好。 唐朝宗亲自抱了小明睡到床上,自己在床边坐着。 小明乖,闭上眼睛睡一觉啊,小张叔叔说了,小明睡一觉,就全好了。 嗯。 小明轻弱无闻地应了一声,眼皮子轻轻地闭上,巨大的床上,他的身子是如此的小,而小小的脸上,更完全没有半点血色。 十一二岁的少年,正是经历最充沛,最活泼好动的年纪,他却如一只抽干了全部精血的小虫子,是那般的孱弱。 唐朝宗心中生怜,微吐了一口气,转头看张武金,从来没有像这一刻,他眼中的可怕是如此之大,他一声刚硬,这一刻,眼中却带着了一点点哀求。 张武金能理解他的感受,轻轻点了点头,拿过苗线的钟浩笔,倒过头,自己也坐到床檐上,用笔头轻轻地点击床檐。 他居然不是推豹子。 唐朝宗大事意外,听着钟浩笔点击床檐,发出清脆而微有些单调的撞击声,他心中也一下一下地跳。 小明虚得厉害,活动一会儿就想睡,但睡到床上,闭上眼睛半天,却不能真个睡觉,这一点,他是非常清楚的,他以为张武金会推豹子,再一次创造奇迹,因为秦孟寒的睡,有可能是他们和设的一个局,但如果小明也三分钟睡了,他就会信,也会更多一分希望。 但张武金居然不用抱子,小明能睡着吗? 他转头看小明,眼光陡然一亮,嘴巴也不自禁地张开了,因为,小明真的已经睡着了,且微微地发出了呼噜声,他在小明身上,用了无数的心力,小明的呼噜声,他实在是太熟悉了。 他转头看张武金,一脸惊异,不用抱子,也没用三分钟,仅仅大约两分钟不到,就一支中耗笔的轻轻点击,就催眠了长期睡眠不好的小明,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 高!他无词可以形容,只竖起了一个大拇指,而心神激荡,激难自至。 可以说,在此之前,他都一直有些怀疑的,直到这一刻,他心中才真正地完完全全地充满了幸福和可叛。 这些地方倒是可以解释一下,张武金微微一笑,道。 抱子的劲太大,小明阳气太弱,受不住,所以一支中耗笔就够了。 那我们是不是先到外面休息一会儿,喝杯茶? 先不用了。张武金摇头。平时你们注意过小明的大便没有?注意过的。 唐红这会儿也有些幸福了,忙上前两步,道。 小明平时都是我照顾的。 他询问地看着张武金,却不像其他的病患家属一样,机里呱啦,一股脑全说出来,唐家的人,果然不同,张武金扭头看他,道。 小明的大便,是不是从来都不成形,他的大便应该非常细,像,怎么说呢? 应该是像挤出的牙膏一样,细细的软软的一条,而且也是乳白色。 对,对。 唐红连连点头,脸上钦佩的神色更浓,就跟小张师傅说的一模一样,真的就像挤出的牙膏,有时更淡一点,像流出的牛奶。 嗯,张武金点点头,唐红看着他,他却不再说话,唐红一肚子话,也不敢问,心下钦佩却更静一层,甚至带着了一点微微的畏惧,神秘的东西永远让人畏惧。 高人就是这么装的,点你一下,大半留着,你心下震撼,东想西想,自乱震脚,也就更加未服。 不过张武金这里面的操持手法还不是太熟,所以稍稍装的有点过,但唐朝宗唐红关心小明过肾,心神全放在小明身上了,也没注意这些。 张武金不说话,所有人就都不说话,梅子悄悄牵着秦孟涵的手,眼光就一直没在张武金脸上移开过。 太奇怪了呀,这个臭舅舅,什么时候有这般本事了? 张武金时不时地看看小明春宫,唐朝宗当然留意到了他的神情,知道他在随时关注小明的病况,心下更是紧张,他的左手握成了拳头,他自己甚至都不知道。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,小明春宫中清气更浓,张武金估计火候差不多了,床谱里是这么说的,而张胡言的笔记本里则没有,因为张胡言也没碰到过。 所以,张武金只是估计,大约差不多了,就又轻轻提起中号笔,笔先用的力更小,微微敲击床言,节奏也要慢很多,床谱里说的是,一吸一击,可这一吸,普通人和练习之人,相差很大。 很远的,到底选谁,他也只能自己把握。 大约敲了七八下,他把节奏稍微放快一点点,小明眉头微微皱了一下,似乎受了惊忧,但又敲了十几下,他眼皮才动了一下,然后身子扭动,慢慢地睁开了眼睛,声音微弱地道。 我要上厕所。 唐朝宗急看张武金,张武金点头,抱他去,注意他大便的样子。 是。 唐红立刻躬身,抱起小明去了厕所。 还要注意大便的样子。 梅子微不可查地,对秦孟涵耸了耸鼻子,秦孟涵微微摇头。 你舅舅是高人。 他先对张武金,也多少有些不信的,只好死马全当活马医吧,结果张武金只让他睡了一觉,什么药也没吃,咽喉马上就好了。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,真是打死他,都不信的。 他以前对一些神秘文化,都是嗤之以鼻的,心态类似于方舟子,这会儿则完全转了过来。 这世上,原来真有一些神秘的东西存在的,就如西方科学所说的暗物质,不是它不存在,只是你不了解。 小明以往上厕所的时间都比较久,要二十分钟左右,大便不成形,但却无法一下子拉干净。 而这一次,没用五分钟,唐红就抱着小明回来了,脸上神情古怪,有些激动,又似乎有些害怕。 第120章,三维树之旗。 张五金先不问他,让他抱小明到床上睡下,然后手伸过去,微笑道。 小明乖,再睡一会儿,醒来就全好了。 说着话,他的手放到小明的肚子上,悬空三寸。 上了厕所,小明似乎更衰弱了,仿佛仅有的一点精气神也给全给拉掉了一般,眼皮子几乎是自己落了下来,只一会儿,就又发出了微微的呼噜声。 小明似乎更加不好了,又不知唐红看到了什么,唐朝宗的一颗心就一直悬着,而看到张五金的手放到小明肚子上。 他则在猜,张五金是在给小明抒气发气,心下暗暗感激。 在这一刻,他心中发下大怨,只要小明能好起来,他一定请尽所有。 报答张五金。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 张五金确实是在发气,但其实他不会发气,在今日之前,他的气也出不来。 但聚宝盆把他的气场扩大后,仿佛只要心意移动,自然而然就有气往外移。 而床谱上说了,这会儿,患者极为衰弱,虚到极致,才会因急扬升。 但问题是,万一太虚了,一下死了呢? 而药物食物什么的去补,又完全受不住。 这会儿只能气补。 张五金心中感觉到,自己有气,一动气动,所以试一下。 他也不是有意识发气,就只是把手放到小明肚子处,这是符合天道的,就如太阳出来,自然而然就有热量,然后细查小明的春宫,果然微微看到一丝红线,慢慢地亮起来,就如陈阳将出未出时的那一丝红光,心中顿时就是一喜。 唐朝宗悬着心,他其实也是悬着心的,万一小明突然死了,那是跳进黄河也说不清的。 还好,发气居然成功,这一关,过了。 看到红线已有一丝,他手一开,小明太虚,即便气补,过多也受不住。 站起身来,他虚了口气,对唐朝宗点点头,带头往外走。 他的神情,唐朝宗自然看在眼里,心中感激,连忙跟上。 到门口,张五金看唐红。 小明的大便怎么样,拉出来了没有? 拉出来了。 唐红强一直激动,看一眼唐朝宗,道。 以前小明的大便,不多,只是一酒杯的样子,但这一次,有一小碗,大便的形状,还是乳白色的细线,特别冷,一点温度也没有,甚至有点冒寒气,就像。 他微微一停,用了个形容词,就像一颗冰激凌,真的,几乎一模一样。 那就对了。 张五金点头,脸上带着了点笑。 寒气全拉出来了,就可以补了,现在是鸡,老母鸡买回来了没有? 快,快问问。 唐朝宗也激动起来,他对张五金的信任,恰如水涨船高,一步一步添加。 很快就有人回报,唐三已经买到了老母鸡,买了好几只,正在往回赶。 小张师傅,来得及吗? 唐朝宗有些担心地问张五金。 来得及的。 张五金点头。 小明体内寒毒已净,只剩本体阴气,阴急阳升,要睡到晚上十二点左右,阴急阳升,一阳来复,才会醒来,那个时候才要喝鸡汤,等即买回来吧,我教他们怎么炖。 看一眼唐朝宗,笑道。 没事了,唐老,我现在可以给你保证,绝对没事了,小明一定能好起来。 谢谢你,小张师傅,太谢谢你了。 客气了。 张五金笑笑,一起下来,对秦梦涵梅子道。 秦小姐,我要守着小明,看着病况才行,要不你两个先回去。 哎,急什么吗? 唐朝宗盲劝。 先一起吃个晚饭,然后再说,我还没谢秦小姐呢。 哪里? 秦梦涵道,唐老客气了,说起来,还是我要谢谢你家的床呢。 行了,你们以后慢慢谢,别谢我就行。 这又回到了先前的原话,张五金一开口,顿时所有人都笑了。 到客厅中坐下,唐红则没下来,他守着小明,自有人奉茶,没多久,唐三回来了,一手提一只老母鸡,背后七八个人,都跟他一样。 人手两只鸡,那情形,倒跟鬼子清香回来一样。 唐朝宗让张五金挑,嗯,吃鸡张五金是好手,五宝大人吗?不知吃了多少鸡了,挑鸡就两眼一抹黑了,他只是问了一下,确认是土鸡,然后挑了一只关子黑红的,道。 就他了,用砂锅,柴火最好,水过鸡身一指,先大火烧开,然后细火慢炖,只放一点点盐,这么多。 他用小纸,掐着一个纸截,比了一下,道。 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要放,也不要再添水,一直熬着就行。 我亲自去守着。唐三点头去了。 吃了晚饭,梅子秦梦涵都不肯回去,一则秦梦涵嗓子好了兴奋,另一个,都想看着小明的病情,任何人都有这么一个心理,想亲眼见证奇迹。 逮个空子,梅子悄悄问张五金,舅舅,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? 嗯,张五金点点头。 是那一天,我发现梅子原来比较酸,一点也不好吃的时候,突然就大车大雾了。 讨厌了。 梅子挽着他胳膊,贴在他身上撒娇,把一对肉包子磨来磨去。 不过张五金就是不说,他也没办法,小姑娘嘛,逗着更好玩。 到十一点钟左右,张五金便上楼来,所有人自然都跟了来,张五金看了看小明,轻不退开。 唐朝宗期盼地看着他,张五金点点头,也没说话。 大家就这么坐着,唐朝宗原以为张五金又要用大号笔敲击的方式把小明叫醒来呢。 结果张五金一动不动,一直到十一点五十左右,小明眼皮子动了一下,睁开了眼睛,叫了声爷爷。 唐朝宗忙要去抱,张五金急道。 不可离开床,不要起来。 唐朝宗慌忙停手,只握着了小明的手,张五金叫。 鸡汤?自然早有人准备好了,唐红来喂。 张五金道。 先为三持。 这个唐朝宗懂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,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,他心中暗暗点头。 现在对张五金的话,唐红是绝不会违背的,他由最初的怀疑甚至冷笑,转成了彻底的期盼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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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